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倒不介意卷毛老师的奇装异服和那些奇怪的鞋子 只是他的行为举止实在太古怪了 他让我们在坏了的面包上培养霉菌 用胶泥做出垃圾场模型 画动物和植物的图表 还规定我们每个人一周要读五本有关科学的书 阿诺 你听他们在学说话呢 咕咕 嘎嘎 这是不是我们会得优的征兆呢 卷毛老师养的小蜥蜴叫李子 李子 快来吃吧 其他班的校外教学要么去动物园 要么去马戏团 知道我们班要去哪儿吗 使自来水场 真无聊啊 这才是他的风格 为准备这次校外教学 卷毛老师让我们在图书馆里整整泡了一个月 他要我们弄清楚城市中的水是怎么来的 还要收集十个有趣的水的真相 到哪儿去找那么多有趣的水的真相啊 现在只有四个半 那辆老校车正在停车场里等我们 令我们吃惊的是 车上居然没有司机 而坐在驾驶座上的竟是卷毛老师 哦 不 他怎么会穿了一身章鱼服啊 我们假装不认识他吧 刚开到校外的路口 校车便拐进了一条黑漆漆的隧道 当我们从隧道钻出来时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小车变了样 我们也变了样 每个人都穿上了潜水服 连卷毛老师也一样 我想找我妈妈 好像只有卷毛老师没有注意到这些变化 他只顾着开车 当车子到了桥中央时 突然开始 天哪 我们正在往上升 同学们 你们应该知道湖泊 河流和海洋中的水总在蒸发 阿诺 你在认真听吗 我就知道今天应该待在家里 我想找我妈妈 你已经说过了 然后 卷毛老师发出了最不可思议的命令 他居然让我们每个人都下车 我们当然都不愿意下车 卷毛老师就威胁我们说 如果谁不下车 他就会布置更多的作业 我看我还是多写点作业吧 有些同学们伸出头 透过云层向下看 哇 雄伟的山脉就在脚下 而且云朵每时每刻都还在不停地上升 周围变得越来越冷 在我们的四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水滴 水滴越变越大 我们却越缩越小 救命啊 我们正在变小 在我这个年龄 我的个头已经够小了 不一会儿 我们每个人变得只有雨滴那么小了 事实上 每个人都被裹在了一滴雨滴里 哇 雨滴开始往下落 全班同学就像下雨一样降落下来 同学们 别分开啊 哦 哦 哦 幸好我带了雨伞来 我们掉进了一条清澈的小溪里 顺着溪水往山下流去 哇 真是个愉快的水上假日呢 同学们 小心石头 不一会儿 我们到了一个水库 这里储存着供整个城市使用的水 我们就要进入水的净化系统了 看来这次校外教学也没那么无聊嘛 真好玩 那是什么 我们到水库了 同学们 跟着我去净化系统吧 阿诺 你在听吗 没有 水库里的水有点浑 我们身上 我们身上沾了不少泥沙 卷毛老师大声喊 快 跟我一起去混合池 在混合池里 一大块一大块叫冥凡的东西被加入水中 在水中 冥凡形成的胶洞状的东西 把灰尘和泥土都粘在上面 形成一团一团的脏东西 小心那些一团一团的东西 好恶心 卷毛老师又发出了命令 现在去沉淀池 在这里 一团团脏东西都沉到了底部 干净的水则在上方流动 现在我们要去过滤池了 总算变干净了 大家向上游啊 这里就是由沙子和立石组成的过滤池 它可以将任何残留在水中的杂质过滤掉 我们这些杂质 当然没法从这里通过 幸好 卷毛老师带我们走了另一条特殊通道 水从过滤池流出来之后 就变得清澈透明 闪闪发亮了 我们过不去 完了 我们要永远困在这里了 哎哟 同学们 这层层沙子和立石能过滤掉水中残留的最细微的杂质 我可不想在水杯里看到你 我也一样 在水从过滤池流向储水罐的管道中 滤被加入水中 滤能杀死任何残留在水中的病菌 水管里还放入了微量的孵化物 又来防止蛊牙 现在水已经流过了整个进化系统 我们以为这次的校外教学就此结束 可卷毛老师还另有主意 大家一起进入储水罐吧 他大声说 我们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就已经被冲出了储水罐 进入城市输水管道 校车在哪儿 同学们快跟上 随后我们进入了埋在城市街道下面的主要输水管道 水在管道里流动时会产生一种力 叫做水压 同学们 跟着水流走 一根稍细一些的管道 把我们带进了一栋建筑物里 我们沿着固定的墙壁上的水管上了楼 在洗手间里 有个高年级的女生打开了水龙头 我们被喷了出来 原来 这栋建筑物就是我们的学校 我们回来了 我们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穿上了平常的衣服 当然卷毛老师除外 同学们还好对 回到教室里 卷毛老师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又开始喂班上的小蜥蜴 并且马上给我们布置了作业 他让我们制作一张流程图 用来说明水是怎么流到城市中的美栋建筑物和美户人家里去的 快吃吧小李子 阿诺画了一幅画 画中一个小孩缩在雨滴里 卷毛老师看后问道 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个灵感的 真不可思议啊 水从湖泊 河流 海洋中蒸发上来 水蒸汽在空中形成云 雨降落到陆地上 有些落到河流里 有些河流里的水流进了为城市供水的水库 在混合池里 灰尘和泥土吸附在冥帆上 在沉添池中吸附着脏东西的冥帆沉到水底 由沙子和沥石组成的过滤池 将残留在水中的杂质过滤掉 在通往储水罐的水管里 加入了能强化牙齿的孵化物 和能杀灭病菌的氯 纯净的水被储存在储水罐里 城市的地下输水管 统一把水输送到 我们的家和各栋建筑物里 这就是我们做出来的 水是如何流到我家的流程图 后来我们看到那辆老校车 仍然停在停车场里 它是怎么回来的呢 难道在自来水场发生的一切 都是我们幻想出来的吗 谁能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最后一次看见那辆校车 不是在云里吗 怎么 卷毛老师说 我们接下来要研究火山了 全班同学都有点紧张 毕竟有这样一位老师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我们这附近应该没有火山吧 OK 选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